你来了 我找了温陆 这个谁啊 干嘛呢 嗨 我是大树君的朋友Joke 当目睹女生被控制欲很强的男友指责 大家会怎么做呢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知不知道这附近的电影院在哪 怎么走 要走路 我一直往前走 您一片的东西 我看着了 我这边也不说 哦 因为我们是外地过来 外向 是这个对吧 谢谢 我看不懂这个导航 刚刚他让我转了好几圈 你看 他让我 哦 好 谢谢 你来啦 我找温陆 你们走啊 我那个电影院 好 男人是谁啊 我问小人 温陆 你跟人说什么 我让你在外边跟人说话了吗 我三人怎么跟你说的 想出来就别跟男人说话 我没有 他跟我说的方法 你跟我俩说的 这个是三男朋友 这是我男朋友 你问路 我问路 你也不能找男人问 你知道我从这走出来 我什么情况 我打个电话一抬头 你跟别的男人交流上了 让你不让跟男人说话 我没心情 现在都不在乎我的感受 你把我当宠了啊 你对得欺负我你 不至于啊 你问个路不至于啊 我觉得可能是你想太多了 我哪想太多了 我都看见了 那这个姐姐就是跟我问个路 他也没做什么别的 就只是问一下嘛 不管怎么样 他就不能跟男的有接触 我没有 我就是问人家路 我就是问个路 不至于 就问了个路 我不至于 他跟我在一块 他就不能跟别的男的说话 怎么还不至于 咱就问了个路 我给他指了一下嘛 没事 你别心情 我就是 我能不起吗 你看我 我原来心情 看了我什么感受啊 别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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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离时问个路 问个路 他也不跟男的说话啊 他跟我说的呀 费着看我发飙是不是 啊 你打他 你扯他干嘛 不是 你别管闲事行不行 这是我自己的事 我自己解决 什么话干啥 一个人不跟路 能分男女啊 就一个 对不对 你问个路还分男女啊 他肯定得分男女 我不让他跟男的说话 那你不跟女的说话呀 那说话也不是搭讪 也不是说我去勾搭你 不是那种说话 你心里有那个原则就行 不要说服务线 你这哪有这样事跟你出对象 人也不能 人也得交朋友啊 一斗圈子啊 那怎么能 哪有这么个管法呢 你要有这么个想法 我觉得能找到对象 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挺不容易了 挺牛X的能找到对象 年纪又不大 小年轻 挺好的吗 你会不会过日子 时间还长着呢 因为这种小事 天天吵架不知道 对不对 得想开点 大老爷爷 对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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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